2月14号 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雨生结贤 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厅内作无虚席 大批中外媒体到场报道 在发布会上 雨生结贤对未能成功未免 从而取得冬奥会三联冠一事做出回应 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让我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当然想拿到三联冠 但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对于我来说不再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样的压力的 确实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因为有这样的负担 我才要实现我的承诺 想要实现在花样滑冰冰场上的4A跳 在四天前的花滑男单自由滑比赛中 雨生结贤第17位登场 他在自由滑天与地中未能成功挑战4A 及阿克塞尔四周跳 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单排名第四 所谓4A被誉为花滑界的天花板 是六种跳跃中唯一一种向前起跳 向后落冰的跳跃动作 因此他总比其他跳跃动作会多跳半周 要完成4A需要在空中旋转1620度 目前从未有花滑选手在正式比赛中挑战成功4A 发布会现场雨生结贤回顾了比赛时的4A跳 我在赛前练习4A的时候 我的脚踝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如果在普通的竞赛我可能就放弃了 我的伤非常重 脚踝非常疼 之后我也打了封闭 但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就决定 我还是要跳4A 我跳的时候和自己9岁的时候跳的一样 落冰的技巧和9岁时完全一样 全世界那么多人支持我 但还是9岁的自己伸出手来拉住了我 我和9岁的自己一起完成了跳跃 就算我有时会失败 很多年后回首再看这个4A时 我还是会说雨生结贤那个4A跳得很高 很好 谭吉是否还会挑战4A 雨生结贤表示 目前他又恢复了4A的练习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历程 他说还是想再往前走 用努力回馈支持自己的人 我并没有很伤心 我看到很多人为我鼓掌 我很谢谢大家 我永远感谢这块冰面 当时我想可能会是 我在这块冰面上最后一次比赛 所以我想认真的感谢这块冰面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参加下一届奥运会 但是只要还能滑冰 将继续迎接挑战